大家好,我是大胖 咱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个 看起来很无解 其实有解的问题 宇宙到底有多大 可能很多人会想 宇宙如果有体积 那体积之外又是什么 无限的外面的外面的外面 那宇宙岂不是无限大 我记得小时候就老爱想这个问题 想象着飞呀飞呀飞呀 脱离一个又一个的原来位置 一直到达宇宙边界 那边界长什么样子 边界的外面又是个什么样子 有时候都想着脑瓜疼 那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个谜题的面纱 看看人类目前认知的宇宙 到底有多大 首先从地球开始 大家都知道 地球是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 虽然太阳系在宇宙中仿佛一粒尘埃 说是尘埃都高看太阳系了 但是其实 太阳系对于咱们来说是真的很大 太阳系的直径长达两光年 光一秒钟可以绕着地球跑七圈半 但是太阳发出的光到达地球需要八分钟 而这些光如果逃离太阳系需要飞两年 好 咱们假设一秒钟就跳出了太阳系 站在系外看太阳系就会发现 原来太阳系并不是银河系的直接一部分 太阳系处在类似一根小棍的东西上面 没错这个小棍被称为猎户币 而银河系就是由四个大的币和两个小的币组成 咱们接着一秒钟跳开 缩小N背后再来看银河系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完整的银河系 有点类似于一个漩涡一样的东西 拥有四大主币分别是天鹅币 阴仙币 人马币以及男十字币 而咱们太阳系所处的猎户币 仅仅只是剩下的两个小币的其中一个 这里要说一下 虽然银河系看上去是大的漩涡加玄币的结构 但并不是所有同级别的星系都长这个样子 有的像一个大大的Z字 有的类似于一个不规则的圆 千奇百怪什么样式的都有 好咱们说一下银河系有多大 银河系的直径大概在十万光年 就像暗淡蓝点那个照片一样 放在整个银河系来看 太阳系就变成了一个小点 这个小点大概处在银河系的半径的一半左右的位置 距离银河系的边界大概2.5万光年 光逃离太阳系需要两年 如果要飞出银河系则需要十万年 对于光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工作 就更不用提咱们人类制造的旅行者一号了 他想要逃离银河系需要飞5亿年 在整个银河系中 大概有2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 这些数字咱们说着简单 其实真的是难以想象的庞大 你想一个太阳就大到占据整个太阳系 99.86%的质量 像太阳这样的光银河系就有三四千亿颗 说太阳是银河系的一粒沙子都不为过 再想一想咱们地球和人类 好 咱们接着一秒钟跳开 跳脱银河系 站在银河系外看银河系以及周边 你就会发现 怎么挨得最近的邻居 好像都要比咱们银河系还要大上一倍 没错 这就是咱们屡次提到过的仙女星系 仙女星系距离银河系大概250万光年 目前正在以每秒120公里的速度靠近咱们 经过计算 再过个31年左右 仙女座星系将会和银河系相撞 毕竟它比咱们大上一倍嘛 最终结果就是银河系将会被仙女座星系吞噬 到时候就只有一个更大的仙女星系 再也没有银河系了 这里要说一下 虽然仙女星系比银河系大上一倍 但是其实目前发现的宇宙中最大的星系 IC1101星系 比仙女座星系还要再大上十倍 相当于20个银河系 好 咱们在一秒钟跳开 你就会发现 银河系 仙女星系 再加上一个三角座星系 以及周边其他若干的小星系 合在一起组成了本星系群 星球组成的叫星系 星系组成的就叫星系群 而本星系群的直径 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万光年 从这里开始 咱们就不举例解释有多大了 反正就是很大很大 咱们接着跳开 继续缩放无数倍之后 你就会发现 一个本星系群 再加上其他一百多个星系群 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 是你座超星系团 直径也是达到了惊人的一亿一千万光年 好 接着缩放 跳开 你就会发现 是你座超星系团 仅仅只是另外一个更大结构的一部分 这个更大的结构 被叫做拉尼亚卡亚超星系团 直径更是来到了五亿两千万光年 在拉尼亚卡亚超星系团里面 除了咱们所处的 市里座超星系团之外 还有两个超星系团 分别是 长石半人马座超星系团 和肯确印第安超星系团 这里就又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经过研究推演就发现 这仨超星系团 原本都是独立的个体 后来慢慢的靠近 慢慢的靠近 最终才组成了 拉尼亚卡亚超星系团 可他们仨 为什么会慢慢靠近呢 是因为在这三个超星系团中间 有一个地方的引力 超级超级的大 把他们三个大家伙 硬生生给拉过来在一起了 这个地方被称为巨影园 也被称为引力异常区域 就是说呀 这个地方已经恐怖到 比咱们认知的黑洞 都还要大上太多太多 用超级黑洞都不足以形容它 它具体是什么 不知道 只知道它可以拉着这三个超星系团 在不断靠近 咱们看也看不到 因为它刚好处在咱们银河系的同一个平面 被很多的星星给挡住了 就导致压根观测不到 好 咱们再进行最后一次的一秒钟跳开 继续缩放N倍之后 你就会发现 像这种三个超星系团合在一起 组成的拉尼亚卡亚超星系团 在咱们目前可观测的宇宙里面 还有一千万个全部凑在一起 就组成了咱们所谓的宇宙 根据推散宇宙的半径可以达到465亿光年 直径是930亿光年 这个东西就是你看的是个圆 或者说是个球 但这只是咱们的想象 也就是说宇宙可能并不是一个球体 也不是一个平面 而是一个咱们不知道的几何体 这个几何体没有所谓的边界 就是你不管多快的速度去飞行 你都还是仍然处在这个里面 不存在什么外面的概念 所以宇宙有范围 但是没有边界 或者说到处都是边界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其实确实很奇怪 咱们人类目前认知的 奇怪的东西就太多了 你讲重力 时间 维度等等 都不是咱们可以说 凭想象就能勾画出来的 最后再说一个关于宇宙的都市传说 稍微有点恐怖 组成宇宙的所有超新系团 咱们看着好像是独立的 其实不是 经过观测发现 它们之间总有一些东西 若有若无的连在一起 其实是一个整体 而最终就形成了一个 类似于网络的一个东西 后来人们通过计算机的推演和想象 把整个宇宙给画了出来 你们猜猜发现了什么 居然发现 整个宇宙特别像一个 类似于人脑一样的组织 也就是说 整个宇宙很有可能 其实仅仅只是某个东西的脑子 万分感谢您能看到片尾 这已经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如果可以 还要烦请您点个赞 点个关注再走 闲来时 可以翻一翻前面的作品 感激不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